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的忙碌之后回到自己的小窝 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能够烟消云散 那么在美国其实无论是买房子还是租公寓 大多都只是配备了非常基础的生活设施 其他的家具基本是没有的 需要自己去选购 美国的家具用品商店也是琳琅满目 怎么样才能买到最划算最省钱 以及有哪些小众的个性好店呢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在购买家具用品的之后 之前首先是要考虑清楚哪些东西我们准备用多久 从而来确定我们的购买预算 以及最适合我们的购物方式 中国人讲究落地生根 但是很多的小伙伴通常会因为上学工作需要而频繁的搬家 也有很多人在到美国打拼多年之后会从租公寓升级到买房子 或者是从小房子换到大房子 如果是没有提前考虑好自己的需求和实际情况 而贸然购买了一些不方便带走的家具用品呢 在搬家的时候 不仅会各种的心疼如何来处理这些家具用品 可能呢 也会成为一个不小的麻烦 因为呢 美国很多的地方会要求在搬出公寓或者是房子的时候呢 必须将新天制的家具清空掉 只留下一个跟搬进来时一样的空房子 另外呢 就是在购买家具之前要提前量好房间内的各种尺寸 除了摆放家具的这个位置的尺寸以外呢 所有的门口过道 楼梯转角等等的尺寸都要量准确 不然呢 千挑万选买好了家具运回家 却发觉搬不进去就很尴尬了 如果你对自己的测量估算没有信心的话呢 那么在买家具之前最好是先问清楚商家的退货政策 美国的家具用品的商店是零两满目的 而他们的价格也是相差甚远 那么质量稍微好一点的 少则几百 多则几千上万 所以呢 我们要在选购家具用品前呢 可以提前梳理一下自己的预算 然后呢 选择与自己承担能力相对应的商店 因为都说装修啊 是个无底洞 如果是不清楚这些商店的或品牌的定位呢 是很容易赚了半天 还是买不到心仪的产品 要么就是挑花了眼 选择了一堆超预算的东西 如果你手头比较宽裕 准备安顿下来呢 希望添置一批质量好的家具 那么长时间使用的话呢 可以去逛一逛当地一些专门的实体家具店 找不同的店里看食物比较一下 货币三家呢 会更加清楚产品的差别在哪里 也可以更清楚自己能接受的价格范围 以及买到什么 此外呢 在实体店购物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当你看中某个款式之后呢 可以要求厂家提供不同的形状 颜色 面料的自定一款 在Google或者是要不来搜索 Finiture Stores加你的城市名字 就可以找到自己家附近的家具店 还可以顺便看看其他的用户评论 如果不是长期使用 或者是觉得家具店里的家具 实在超出了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 也可以选择去美国的商场里 购买一些可以自己组装的平价家具 通常呢 只需要照着说明书 借用一些简单的工具就能够组装起来 不仅是简单实用 也很适合一些喜欢自己DIY的朋友 说到家具用品 那就不得不提到 家喻户晓的宜家 那么英文名呢 是为IKEA 那么这里呢 从小家具到各式的家具用品 都是有的 价格亲民 非常适合学生党 许多的家具都需要自己来动手组装 但简约又百搭的设计呢 十分受年轻人的喜爱 虽然呢 有些商品质量不算非常的稳固 但是价格合理 性价比是不错的 此外呢 一家还会为消费者提供贴心的购物服务 包括配送 组装 还有居家设计资讯等等 Bunkers App呢 也是一个来自北欧的高端家居品牌 他家走的是目前非常流行的 处女座强迫正门酷爱的极简峰 那么这里的许多商品的设计都比较时尚 还有商品的量身定制 室内的设计等特别的服务 除了可以在网上购买 他家也有不少的城市 都有实体店 Husat也是一家北欧风的家具店 他们汇集了许多当红流行的北欧品牌 那么Husat在挪威语中有家的意思 而这里的商品包含了家里所需要的一切 从家具 厨具 灯具到家具小物 在这间店里都能够找到 许多的商品设计都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简单 却富有设计感 Quartery Barn是一家种类相对齐全的 美国本土的商店 大到各种的家具 小到各种的家具用品和装饰品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他们家风格比较符合美式的 现代舒适的审美 而且价格亲民 不过Porty Barn最具特色的是 他们家的节庆产品 那么他们的节庆产品体现出 十分浪漫 感性 自然的风格 并除了过于绚丽的色彩和时尚的外观 回归安静 纯美和本贞的设计 同时非常注重保留舒适 自然与质朴的产品的质感 他们的产品也是涵盖了 圣诞节 情人节 复活节 感恩节 万圣节 万圣节等等的传统节日 如果想购买节庆的产品 选他们家是没错的 Porty Barn还有一个儿童品牌 称为Porty Barn Kids 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儿童需要的商品 以及家居用品 从玩具 生活用品 婴儿房的装饰等等 应有尽有 都很受妈妈们的青睐 Northstrom的家居用品的质量 与设计是尚可的 在他们家周年庆的时候去扫货 是最为划算 那个时候有一些家居用品 甚至会低至四折 那么官网免运费 那么还有就是Northstrom Rack 折扣店要更加的实惠一些 那么有一些清仓的家居小物 半价不到就可以入手 在官网购满100美元就可以免运费 Burndorf Goodman走的是高大上的路线 那么想要入手设计师品牌的家居用品的话 选他们家就对了 KUSHI一系列的抱枕 餐具 还有装饰品 都能在这里找到 虽然价格不低 但是在美国大部分州都是免税的 纽约 新泽西 宾夕法尼亚 德克萨斯是除外的 West Arm也是一家 美国本土的家居品牌 他们家走的也是 当前年轻人非常喜欢的 现代简约风 主打简洁 时尚实用 而且价钱比较亲民 适合预算不多的年轻人 江湖人称高端版一家 Restoration Hardware是美国的综合家居品牌 那么从家具 灯具 餐具到各式的户外产品都有 那么RH的风格比较的复古 有一种20世纪早期的味道 也包含了欧石巴洛克 洛可可等华丽风格的商品 那么他们旗下除了这个同名的品牌之外呢 还有RH Modern RH Baby and Child RH Team 这几个品牌 不过呢 这些品牌的实体店都比较少 那么建议是直接来进行网购 Kincade成立于1946年 超过70年的家具制作经验 也使它成为美国高端 现代家具代表品牌之一 那么Kincade品牌呢 是美国当代工艺和实木家具的代表 他们有自己的授权经销商 那么在电商领域呢 也是有一定的涉猎 如果你正在寻找传统风格的现代家具 他们家绝对是你为你量身打造的品牌 接下来呢 是这个Bardington Young 那么在39年前 在北卡罗南纳州的切里威尔小镇成立 他们家以豪华的皮革家具闻名 他们家的产品线是极广的 皮革家具呢 有超过175款 布衣的家具超过300款 包括高档的休闲椅 沙发 还有组合家具等等 当你去逛家具店的时候 可能会发觉哈 每一家店都在疯狂的打折 然而呢 千万不要被这样的表象迷惑了 美国的家具店大多数是开价偏高的 所谓打折力度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直接看折后价格比较好 在美国逛商店购物的话 通常呢 是直接看标价买单 但买家具和买床垫一定要砍价 只要你肯花时间去跟销售砍价 实际购买的价格完全可能会比 所谓的折扣价格更低 一些比较大的家具本身定价 就是比较高的 所以哪怕砍个九折 也能省下一大笔 如果有一些家具店 实在不好砍价的话呢 也可以试试让店家 加送各类的配件 变相的砍价节省费用 由于高质量的石木家具 基本上呢 都是事先组装好的又大又重 让店家送货上门 会是更加的合适 但通常呢 家具店送货安装费用呢 却并不便宜 所以呢 进家具店第一时间了解清楚 送货安装的费用 心里有数呢 比较好 以免买到了便宜家具 但搭上昂贵的运费就不划算 对于一些有网店的大型 连锁品牌店呢 砍价可能是不太容易的 但同样呢 可以叠加各种省钱的方法 比如说Porterborn在他们家注册 就可以拿到额外的 这个10%off的优惠券 那么如果事先去买一些 打折的这个PB的礼品卡付款呢 相当于又省了一笔 那么PB在某些城市 还开有Outlet Store啊 如果是附近有这个PB Outlet 去Outlet选购的话呢 这个折扣力度会更加大 此外呢 如果是不介意使用 二手家具的小伙伴 还可以看看各大 二手商品网站和二手店铺 或者是接受 亲朋好友学长学姐们的 免费送出 或者是低价出售的 二手家具 在美国呢 甚至还可以在路边 免费的捡家具 这些家具上可能会写着 Free Good to go等字样 不过呢 要注意选择适合清洁的 回家用消堆水要彻底的擦洗 以便再使用 另外呢 如果只是短期的居住 其实也可以试试来租家具 会更加的方便省市 只要在网上选好家具 设定时间 就会有专人送货上门 加上安装 退租的时候呢 也会有专人上门来收家具 没有后顾之忧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 美国家具用品的选购攻略 想要打造个性小窝 不要忘记关注订阅 落成焦点频道 每周一到周五 下午两点左右 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 乐活好丢 我们下期见